台北股市在昨天持續創下新高水位 不过昨天是结算 在结算日之后 这个行情怎么来做掌握呢 目前看起来外资在期货跟现货的布局 似乎不太同步 在期货昨天结算之后是大概2万多口 不过现货部分外资持续 这个是在把指数垫高的 在今天行情该怎么来看呢 节目上我们先请到专家 请到常常温韦杰 伟杰早安 十番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昨天在新温市场 不得了结算 大家定调就是拉高结算 开高最后收在了最高 那不过你去看期货市场 其实外资在期货流的口述是不多的 多单的口述 那这个现象怎么来解读呢 这个外资的动作 对于接下来结算之后的行情 我们怎么来看 好 外资在期货的流仓的一个现象 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个月而已 其实在过去以来 其实外资在流仓的进多单上面 其实都一直比较相对偏低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当台北股市在进行大多头的行情当中 外资在期货的进多单 大概都是在五万口以上去进行一个增减 不过到了这个2020年之后 出现了下跌完之后 很明显的这个外资的动态 一直都把期货进多单维持 大概在三万口附近去进行调解 那好不容易在这个月的 在上个月的台子期结算过程当中 外资总算能够在期货上面赚到大钱 那这一波的波段 的确让外资的期货赚了很多的钱 只是说就目前看起来 他在整个台北股市的布局上面 在期货的布局是相对比较保守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现在目前台北股市涨上去 他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偏高基期的一个状态 你说要再接下去 持续的往上去做偏多的一个操作 其实对外资来说 这不是他的惯性 不是他的惯性 所以他很明显的在这边就是边走边看 但是呢 其实也不能说外资就是看的比较保守 因为他毕竟在现货市场买超蛮多的 根据统计从十一月份 从十一月份到昨天为止 外资已经买超了台北股市的现货 超过一千五百亿 一千五百亿 你没听错 那这个买超力道 其实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买超力道 从月份来去区分的话 今年以来最大的买超力道 而这一千五百亿呢 大家不要觉得全部都在电子股 这一千五百亿呢 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 全部都在传产跟金融股当中 所以我们会一直强调说台北股市上了一万三之后的一个结构 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一万三 一万三以上你要看的是非电子股的结构 也就是说在台北股市要往上攻击的过程当中 非电子股一定是必备 其中呢 以外资的买盘 最近这两个礼拜的买盘来看呢 集中在传统产业居多 尤其是传统产业全职股 包含像是台塑四宝 包含像中钢 连台湾玻璃都来 这个你都没听过 很少听过 台波外资也买 然后呢 过去大家已经 以往很久很久的存股标的 振兴建大 也是外资的买操标的 所以针对这些传产的龙头股 外资的买操力道 在十一月份以来 其实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呢 在一万三以上 主要的结构在传产股 那电子呢 就只能成为是一个配角 所以未来在整个布局的方向上面 可能大家 在电子股涨多之后呢 要稍微考虑一下 再涨的空间大不大 再涨的空间大不大 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问题 乖离的问题 还是说有外资减码的问题 所以这个后续呢 大家在台北股市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留意 一万三以上 是以传统产业为主轴 电子股为搭配 那金融股呢 就是涨涨跌跌 它还是相对比较偏弱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两个大族群呢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在未来操作上面 提供大家做分享跟参考 好那今天庆程收盘美股呢 韦杰带大家来掌握一下 在美股部分 在今天是稍微回跌了 那整个气节结构的部分 怎么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的这个 稻穹工业指数回挡的力道 是相对比较强一点点 它的跌幅比较重 那不过呢 也没关系 我们再把这个连线化出来 一样 它还是在这个整理的 整理的区间之上 那这个多方缺口 也没有尽情封闭 所以基本上 对于稻穹工业指数来说 它还是非常的强劲 只不过昨天在回挡修正的过程当中 大家特别留意 连续两天的震荡跟回挡修正 让成交量竟然有出现 放大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上涨没量 下跌有量 换言之呢 其实就是结构在调整 然后呢 在基因经理人的部分 又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或者是说 我们要等一下要在 新闻面重点提到 在美银美龄的部分 提出一些警告 当疫苗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个策略叫做 sale vaccine 就是卖出疫苗 简单来说 就是当疫苗上市的时候 OK核准了 这个时候就是 你应该要把股票卖出的时间点 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 实际详细的内容 那所以从技术面来说 大概道雄工业指数回挡修正 还蛮正常的 那只是说 在这个多方缺口的部分 要稍微进行一下防守 因为这个是整个美国股市领涨的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的位阶 那这个呢 要稍微防守住 如果防守不住 收盘收在这个缺口以下 哇 那这个领先地位就消失 那当然意味着 美国股市要再进入一波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修正跟调整 震荡就比较激烈 好 另外在next指数的部分 也是同步的拉回 那这一波本来就没有跟上 道雄工业指数的一个涨幅 所以他也进行了一个拉回 只是说他拉回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一下月线的支撑 因为目前月季线然是持续的上扬 那他的支撑的力道 也算是相对比较明显 只是说越来越弱 如果他不赶快脱离这个区间的话 不赶快脱离这个区间 基本上他的支撑力道 就会越来越弱 也就是说科技股 他转弱的现象就越来越明显 另外我们看到在费城半楼梯指数 费城半楼梯指数也呈现了连续两天的震荡整理 那当然了 昨天的这个台积电ADR又再一次的上涨 那么是不是代表今天台积电还是有机会 基本上应该可以这样子看 没有错 但是大家特别留意 因为台积电ADR涨到大概快100块这附近 已经有过热跟乖离过大的现象 所以当出现乖离过大 那就代表说他随时都有拉回的可能 那拉回的幅度有多深 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说这一波追买台积电的这个ADR的美国投资人 这些罗宾汉们 他到底是要做短还是要做长 那以罗宾汉的操作属性来说应该就是做短 所以他们也很敢卖 当他们有赚钱想要撤出的时候 会疯狂的卖出 所以也会影响到一些股价的表现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台积电ADR往上涨 我是不是直接操作台积电应该获利空间会比较大 理论上没有错 理论上没有错 但是你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今天台积电还是在本股的部分 台北股市的本股 它还是往上开高 它就压缩了你的短线的获利空间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追高 不要再去追高 你看从ADR来讲 它是属于比较偏过热背离的状态 那你就在本股台湾的部分 很有可能你一开高 你去追就变开高走低 就像前一个交易日那样子 所以不要去做追高 如果你真的短线要操作台积电 大概就是回到月线附近 再做参考就好 那以费城半導体指数来说 它也是月线当成是一个防守跟支撑 那这个只要月线的支撑没有跌破 基本上它的涨势都还算是蛮强劲 另外从结构图来看一下 我们特别看一下这个费半指数 费半指数你可以看到在NVIDIA 是大概就在平盘附近 然后Intel是跌了一个百分点 AMD跌了快一个百分点 高通跌超过一个百分点 其实半导体的这个台积电的大客户们 其实表现都没有像台积电 ADR这么好 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强调 结构出现了问题 就代表其实股价是人为的因素 资金的推升 而不是真正的基本面的轮动的结果 这要提醒大家注意 好 另外你看到在科技产业的全资股 都还是下跌的 那其他的都已经出现了 大概因为大概涨了两个礼拜左右的一个幅度 所以拉回还蛮正常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重新重点来观察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是美英美林提出的一个观察 这个是私人部门的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 美国GDP美国GDP的比重 已经来到了六点二倍这么多 所以代表说它是创了美国有股市历史以来 就是一九五零年以来 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也就是说私人部门的金融资产 那当然他们拥有金融资产非常多元 但其中是以股票市场为主 所以你去搭上股票市场的一个表现 你可以合理的推过出来 其实现在的私人部门 他们的金融资产的表现 是比美国全美国的GDP大六倍以上 另外这个在摩根大通的部分 我们看下一张图 他们也做了一个同样的统计 但是他们做统计比较精准 是在家庭的家户部门 也就是每一个美国家庭的净资产 什么叫净资产 净资产就是资产减掉负债之后 所得到的那个数字就叫净资产 就扣掉负债 把负债扣掉 那现在为什么会在占GDP的比重上面 也是将近快六倍的一个水准 因为在美国的家庭部门当中 我们是不是说他们开始降杠杆 把这个美国发给他们的纾困金 全部都拿去还贷款 比如说房贷或者是信用贷款 把他们的负债比给降低了 所以当然资产只要维持在高水平 它的负债降低 它自然而然净资产就往上增长 那占GDP的比重也将近快六倍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其实在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家庭部门的部分 在投资人散户的一个加持推升之下 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是这个是一种过热的现象 因为它都创下了历史记录 从过去其实它的常态 大概不会来到五倍以上 不会来到五倍以上 大概四倍左右就已经很高了 那来到更高以上的一个位阶 基本上都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这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比重 就是比特币跟黄金的比值 那这个比值是用比特币的报价 处理黄金 因为比特币比较贵 现在大概是一万七一万八美元 美元来除除看 那从过去这个比特币的比值 从大概零点五左右 一路的喷出大涨来到了超过 最高来到超过十四倍以上 然后就开始崩盘 崩盘之后上来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这几个高点 这几个高点基本上 在高点出来之后 这个所谓的币金比 就是说比特币跟黄金的比率 出现高点的尖头反转之后 都代表美国股市即将要进行一波的回档 那这个回档幅度有深有浅 就是说有崩盘式的回档 也有那种所谓的小整理式的回档修正 小小坡的 有崩盘式的 有小小坡的 那这一波回档修正就比较大 那这两波回档就还好 那这一波是还没出现 那只是说过去的经验 在最近这三年当中 比特币会变成是市场上一个 投机的指标 最后投机的一个指标 当比特币出现喷出大涨 跟黄金的走势是出现了 完全相反的走势的时候 大家都要特别留意 市场上的资金是不是过度的疯狂 过度的疯狂 因为过去大家都把比特币跟黄金 定位在什么 避险资产 所以比特币跟黄金应该 他的比值不会有太夸张的一个 这个差异过大的一个现象 应该都是同方向 可是我们最近发现到 比特币跟黄金进入到十一月份之后 他是完全是这个不同的表现 比特币继续涨 可是黄金却是在缓步的回档修正 这个状况就代表 现在目前的市场上 过热的资金越来越多 对于市场上乐观的情绪 也越来越高涨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说当大家都看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稍微站在反向去思考 冷静理性的去思考 我现在要不要追高 当然追高短线一定会被套牢 那要不要再进场 这个的确是风险还蛮大的地方 随时拉回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间点 所以你一定要防 然后进场的部位 你一定要去调控一下 你的这个资金的水平 不要压太多 这个才是长久能够操作 能够活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 好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在全球市场当中 这个在专家部分 怎么来评估像这样的一个市场 目前看起来在全球股市 看起来的确算是蛮牛的 哇塞 因为大家都在涨 那以涨幅的前几强来看 其实还是有分市场的 目前现在来看到 在目前的涨幅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偏亚洲跟美国 不过亚洲是合理 亚洲毕竟我们在疫情的控管是比较好的 但美国其实疫情很糟 但美国现在依旧也是处于在比较高档的阶段 在这个位阶部分 目前的牛市当中 位阶怎么来看这样一个全球市场 好 其实这一波的 他们是统计从今年以来 但我觉得今年以来不准 所以应该是从十一月份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再统计这一波的牛市会比较准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就不参考了 那我们直接跟大家讲 现在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 资产价格的定位就是 疫情确诊人数越多 股票市场越涨 为什么 我们有讲过 当你确诊人数越多 是不是投资人会预期 就是说各国政府会推出什么 刺激方案 那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 都是有利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 所以确诊人数越多 股票市场就有喷出 这个是很残忍的现实 但是我们就是现在正在发生 因为金融市场的投资人 就是非常嗜血的 他们就是利用这样的状况 来去进行获利 好 那回过头 我们就看一下美英美林最近发表的报告 跟上个礼拜 我们所说的摩根大通跟高盛的报告 是有点点不太一样 摩根大通认为明年的股市会出现大涨 高盛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说过 他说明年或到二零二二年之后 美国股市标普五百来讲 会上看四千六 对不对 但是到最近 美英美林却提出一个相反的策略 叫做sale vaccine 就是卖出疫苗 也就是说当疫苗问世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投资人 他建议他的投资人 开始卖掉他手中的持股 或者是一些资产 去变成现金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来看呢 这一份报告是美英美林 针对于他们旗下的一百九十位 基因经理人的一个看法 这一百九十位基因经理人掌控的 美元资产高达五千两百亿以上 五千两百亿美元以上 所以他们的看法就非常的重要 好那根据统计到目前为止 他们这一百九十个基因经理人 对于美股的乐观情绪指数 是已经将近来到了 将近快一年多左右 大概快两年左右的高点 也就是说大部分现在市场上 所有的经理人都认为明年 美国股市会继续涨 会继续涨 那这种比例高达六十%以上 高达六十%以上 创下两年的新高 好这是对于美国股市的乐观情绪 来到了两年新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图 那如果说对于明年的美国股市 他们看得这么乐观 那他们要买什么股票 是不是就很重要 如果明年真的美股继续涨 那如果现在目前 投资朋友想要去参与美国股市 我应该要利用什么样的策略 我布局在什么产业 对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第一名占比最高 部位在他们的基金部位里面占比最高什么 是小型股 小型股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大型股为主 尤其是科技大型股 全职股为主 不一样了 他们现在开始转变了 改成小型股是排名占比第一位 是他们部位布局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第二名就是新型市场 再来是股票部位 好 第四个最重要 这个是你要选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 价值大于成长 价值股大于成长股 换言之 他们的第四名的部位都认为明年度 价值股将会优于成长股的股价表现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 就是成长股就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 那这个价值股就是所谓的非电子股为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呢 过去这两三年 市场上基因经理人的宠儿是谁 科技股嘛 来科技股 那部位剩下这样一点点 剩下一点点 其他的都不是科技股了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 现在已经进入到美国的2021年 财年财务年度 2021年已经是他们的第一季财年开始 所以当他们经纪人开始调整他们的布局方向 跟策略的时候 就表示他们是在看2021年全年度的基金的配置 跟他们的报酬率的预期 跟策略的调整 所以你就知道 科技股已经不再是美国股市的一个重心了 它是什么 是小型股 是价值股为主 是价值股为主 好 另外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美美林的部分 为什么他会去告诉大家说 其实在市场上越乐观的时候 你要反向思考 因为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卖出讯号 非常的准确 非常准确 底图这个灰色柱状体 就是现金部位 投资人的现金部位 投资人的现金部位 好 那你现在看到 在这边圈圈 投资人的现金部位 从过去的4.4个百分点 下降来到4.1个百分点 那现金部位 投资人的现金部位下降 代表他把现金拿去干嘛 买股票 在这个历史相对高档的位置去追股票 是不是一个危险 是啊 投资人在历史相对高档区追股票 是很危险 是嘛 对不对 是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为什么美银美银 他所提出的策略 跟高盛跟摩根大通 是有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原因就在于 投资人的现金部位是已经降低 所以带来的就是 市场上对于美国股市估值 过度乐观的风险 那当然啦 我们还是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所有的华尔街投行里面 虽然针对于美国股市 有非常非常乐观的预期 但是 他们都建立在一件事情当中 就是明年的美国的 实质利率 还是维持在低水平的过程里面 也就是说 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当成是一个定锚 如果他们能够一直维持在 长期的比较偏低的水位当中 至少是零点五以下左右的一个水位 美国股市才有机会 现在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是已经来到了大概快零点八 零点九 甚至在年底有挑战 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实力 对于美国股市的估值修正来说 它会有滞后的反应 所以现在的乐观不是乐观 而是你要去担心 未来可能发生的隐忧 提供大家做参考 就是在股市行情部分 不过台股当中 我们来关注一下 昨天台股持续创新高 那关键在于外资 外资就会一直买 台币现在已经占上18.7了 这个行情就会持续的往上嘎 那你现在来说 看得出来外资在这礼拜 依旧是出手的非常的重 对不对 在这个外资的比例上 好 我想其实就是不只是外资 从新台币的一个升值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新台币的升值 的确外资在11月份 开始回来买超 所以其实对台北股市来说 包含像是小模 也针对于台湾明年的行情 有一些基本面的一些利多的看好 第一个包含像是低基期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在防疫的成果上面 算是比较强劲 再来科技股的强势 然后再来就是内需股的一个反弹 不过他们认为在结构上面 会有一些转变 会有一些震荡 会有一些调整 就台北股市的指数表现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上涨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虽然他们在上半年 认为明年台湾的上半年 GDP成长率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六 可是我们的全年度的GDP的成长 竟然只有百分之四 跟不上新兴市场 所以他认为指数空间表现不大 全部明年都是属于 各股表现的行情 好 那至于在这个各股部分来说 大力光沉寂了好久 现在终于啊 终于有人开始要看他了 但是他从这个底部翻扬起来 我已经觉得他还有机会 不然其实大力光还是因为这个华为切割荣耀事件所带动的 那当然有一些日系的外资来去调升目标价 不过我认为他是属于跌升性的反弹 那后续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荣耀的出货的状况 如果他出货状况不是属于高阶镜头 也不是大力光的领域 那大概就是只能撑盘 没有办法能够再回到大力光过往的荣耀 所以他只是一个跌升性的反弹 不要过度的追高 虽然外资有买超 但是我觉得还算 大概就是跌升反弹行情而已 好 所以平干还是以别的为主 就是在今天行情部分